黃毓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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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預算案發表的機會,財委會有特別會議,我亦都問一條這樣的問題。 答覆是令人很不滿意的。 我的問題其實是很簡單的,對於這些行政會議成員的發表意見,或者他們所做的事情,政府有什麼支援呢? 還有,如果他說了一些事情,令政府形象受損,那有沒有一些所謂制裁,或者叫做不可以制裁,制衡,或者弱制他的機制呢?沒有的。 梁國賢,什麼問題? 議會救人數,173,麻煩你。 vilains的已經成功了。 獨立的手段後,他們的修華爾棍有了。 我好,你們要是作囂張的。 是分幾乎,受損,一次強制。 他們的心度會發生出。 名是隨身高峮。 確定對嘻子,這位相當中。 提供敵多次我打算。 沒錯吧,請問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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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體負責 他個人發表言論 他有他的言論自由 跟一般香港市民一樣 他有權去講話 我沒有說他沒有言論自由 是嗎? 講起言論自由 跟私隱權一樣 有很多所謂基本權利 視為天經地義的公眾人物 或者有權力的人 他所享有的自由相對 有時可能會比一般的普羅百姓還要少 但是有時的言論自由又很充分 好像我現在的言論自由 就充分可以發揮了 在這個議事堂上 有我講 沒有人講 因為有一個平台給我講 有部機器給我講 我有個這樣的身份可以講 有些人有這個身份都不肯講 OK? 這個身份就是 你作為一個立法會員 今天是全體委員會 審議這個財政預算的階段 你有充分的言論權 甚至是免責的 OK? 你不講 於是就令到黃毓民 可以由頭講到落尾 在這個角度上 我的言論自由比很多人都要多 但是這些是因為你放棄了你的言論自由的權利 發表言論自由的權利 但是作為一個公職人員 你是否真的可以肆無忌憚 大方揭持 然後跟著就說 我是代表個人 我不是代表行會 這樣都可以 所以對於這些答覆 他有他的言論自由 他可以發表意見的 他可以罵你黃毓民癲狗 契弟奴才都可以 他有這個言論自由 沒錯 但是作為一個公職人員 一個擁有權力的人 他就真的講話的時候 就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主席呢 即使你是很不滿意 某一些人的表現行為 你絕對不會凝聚 不要說說話 對吧 你坐在上面那個位置 你是絕對公正 雖然有時候 我 就是 我質疑一下你 但是 至少 你在立法會裡面主持會議 讓我們覺得很公正 你也有你的言論自由的 你可能真的對於我們有某一些行為 其他人有些行為 好看不過 黃毓民議員 因為第五次發言 明白 盡量簡短 我說那個言論自由 行政會議成員 他發表言論 代表他自己 但是他作為一個行會成員 他不可以亂說的 我又說回梁振英 其實我要說梁振英 不過說說一下 梁振英現在是特首 現在的行會 非官首議員 是他委任的 包括這位趙集人 林煥光先生 我們要減他人工的 這位趙集人 林煥光先生 都是他委任的 那這位趙集人的表現 怎麼不稱職呢 我們要說一下 委任他那個人 做趙集人的時候 說些什麼 上有好者 下必有十言 梁振英 梁振英 在2010年至2011年期間 那一年 剛才我講到 是近這兩三年 他很喜歡發表言論的 又寫文章 在《明報》那一大堆的專欄 那什麼觀點那裡 寫了很多文 又出了書 他用的名義 是行政會議 召集人 梁振英 他不是就這樣 梁振英三個字 是嗎 又或者報紙會在後面 括弧 行政會議 召集人 是嗎 所以他那個言論 在報紙發表言論 是不可以說代表他個人 是嗎 他有一次我記憶猶新的 我想有一位 就是退了下來的局長 鄭宇華女士 就是 對他來說 都很深刻的 就是 他當時 發表文章 講這個 就是這個 梁振英呢 發表了一篇文 就講房屋問題 這個是他強項 大家都知道 眾所周知 他發表文章 講房屋問題 現在他講房屋問題 就是一劈子 那就不理了 這個後話 是吧 他那時候 講這個房屋問題 就是 他批評 一個局長 這個局長 就是鄭宇華 批評鄭宇華 他講什麼呢 鄭宇華當時說 鼓勵市民置業 就是 這個局長 並非 政府政策 目標 政府興建居屋 造成樓市下滑 這個是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前任的 就是 這個局長 鄭宇華說的 梁振英 這個局長 是 這個局長 是 這個局長 是 這個局長 一個禮拜之後 鄭宇華 就寫回一篇文 去反擊 他說 政府有責任令市民居者有其所 但是要政府提出政策 和資源促使市民置業 必須基於強力理據和廣泛的共識 現時國際金融波動 隨時影響香港資金流動和利息走向等等等等等等 黃議員 你說這個和現在這個議題有什麼關係 你想說明什麼 因為這個行政會議 召集人梁振英 最喜歡在最近這兩年發表 和他委任他的曾任權政府不同的意見 OK 造成一個惡劣的後果 造成一個先例 令到現在的行政會議成員 是可以有樣學樣 像林煥光一樣 都試過公開發表一些 跟梁振英為首這個六八九政府 即是說那個言論立場不一致的言論 是吧 試問我們怎麼相信這個團隊呢 是不是 我們怎麼可以將 七百萬人的命運 交給 以林煥光為首的行政會議 以及以梁振英為首的這個所謂特區政府呢 是吧 見眉知著 舉一就反三 是吧 有什麼老闆就有什麼伙計 是吧 雖然林煥光不是他的伙計 但是梁振英是最流行的 是吧 尤其是他競選之前 要宣布參選之前做最多這些事情 是吧 彷彿 當年的政府 曾蔭權政府的倒行逆施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吧 這個是很危險的 主席 因為我會很擔心 好像林煥光這些人 他出身自政務官 做政務官 他是一個很幹練的政務官 是吧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政務官 是吧 我做電台節目跟他交過手很多次 包括他做民政事務局局長 是吧 要搞這個賭博合法化 他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是吧 我也跟他交過手 是吧 我覺得他做這個所謂政務官 甚至後來做到局長 他都是很稱職的 但是為什麼一個這麼幹練的政務官 一做行政會議就走樣呢 是吧 那個走樣就是 其中一樣東西最顯著的 大家都看到了 是吧 梁國雄也說了很多 就是他還兼任地平基會主席的時候 就是去面對公眾的質疑 他是進退失據 左右之全 一個這麼幹練的政務官 是吧 一個這麼優秀的 就是所謂 問責局長或者主要官員 為什麼一去到行政會議做召集人 就會方向走板呢 主席 是吧 就是因為那個老闆 就是因為這個六八九不堪 大哥 於是林環國就很淒涼 他如果表現或者說話 比較有邏輯 大家容易接受的 比梁振英厲害的 那你就功高贏主 下場就會很悲慘 我又不想他下場悲慘 所以最好他就下班 會做風格 有在這位 這位 這位 有在那裡 寫 有在這位